謝謝 體溫正常 大家好 我要說明 如何使用這個門禁機 然後來新增人員 那新增這個人員的方式 必須要有門禁機的超級管理員在才可以 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當超級人員在場的時候 按右上角這個漢堡鍵 OK 那這個時候他需要做驗證 那因為我的臉是使用者的管理員 所以我可以進入到這個設定的視窗 好 那進入到這個視窗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們按用戶管理 這邊可以新增人員 然後會有人員的清單 還有相關的風格的設定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新增人員的方式 使用門禁機來做新增人員 它的方式是 我功耗會自動跳 然後姓名呢 這邊我先隨便輸入一個 它只能夠輸入英文的名字 但是等一下可以用雲端來做修正 好 譬如說我新增一個名字叫做JJJ好了 然後按OK 好 這個時候你可以設定它的權限 像我的帳號是超級管理員 也可以是登記員跟一般員工 這次我是用一般員工來做說明 當然在這台機器裡面可以有手掌跟指紋的辨識 那我先從指紋來跟大家說明 可能比較常用到 好 指紋點進來之後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辨識的指紋 比如說以這邊來講是右手的食指 那你只要選擇完你的選擇的手指 像我剛剛是點到中指的 你可以選擇食指 然後就按下這邊的按鈕 然後你必須按三次 OK 提文重複 那如果你太旁邊它就不能夠使用 你就按三次 兩次 提文重複 這個代表說我的指紋有重複 OK 好 這樣就代表用指紋登記是成功的 那當然同一個人也可以用人臉 用人臉的方式你就選擇人臉 那這個時候你就站後面一點 那記得你在使用的時候 必須先除去太陽眼鏡跟口罩 那因為我現在的人臉 我剛剛已經是超級實用者 所以它這邊會出現重複登記的這個狀況 那如果是一般的使用者 他就會新增一個人臉 好 那如果都新增人臉 都新增完成之後 回到這個主畫面 這樣子這個人就可以使用 好 那所以使用進來之後 這邊就會有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 然後他的這個 所相關的公號跟相關的設定 那以上是 使用 門禁機來新增人臉的一個方式 OK 那當然 新增完之後 我們可以針對用戶來做 有管理 好 這邊有人員清單 那像以這個人來講 我是Henry 我有人臉有指紋 OK 那如果我想要把這個 剛剛JJJ的使用者清除掉的話 你可以按刪除 你可以刪除人員或僅刪除指紋 那我可以把所有的人員都刪除掉 好 所以以這個方式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指紋 像我這裡可以使用指紋 然後也可以使用這個人臉的方式 來做門禁的等顱 以上說明 很正常 很正常 好